疫情探修專求新冠病毒的疫情 也很嚴重 世界衛生組織的 必須町譚德塞說 專求已經超過一千六百萬人 越到病毒 超過六十五萬人死亡 譚德塞冰車來計算 說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 是須最嚴重的專求 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 無情 由亞洲 歐洲一直到米洲 有更新的白禮一直在政家 而這位新冠病毒 公約的無緩生一日 廣南 4月以來本土都是臨更新 但是上禮拜 廣南的香港有三的人確定感染 當地政府很緊張 也像對任務的經典 鐵里八萬人 因為廣南沒有開放外國人入境 所以鐵里的都是過來的UK 衛生單位的人員 也在國府家共消毒 在到廣南 印尼新增加更新的人數 也已經超過十萬人 不然是亞洲 亞洲的疫情也還流行起來 比利時七月十三開始 每天平均路超過一百人 確定感染 比利時政府在那裡宣佈說 八月開放的價位 法庭 也靠台的經濟感染 所有民眾可以在家裡辦公 公約的措施 西班牙 嘉泰隆尼亞組地区 人家會開放後 已經再一次復活 嘉泰隆尼亞組地区的政府 七月就是讓年輕人聽基盤演會 也有可能的風霞 社會組織現在也很歡樂 社會組織指標示 目前專給比較近感染的人數 已經超過一千六百萬人 美洲國家最近的疫情 看這個辦事有大流行的出世 在料經過說疫情的嚴重性 社會也表示 只有嚴格尊守風險的措施 請求掛水暗 還有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世界才有機會打敗疫情